嗨 大家好 我是趙耀 我們都知道健身的人要攝取很多蛋白質 蒸雞要吃蛋白質 減脂也要吃蛋白質 這麼多食物來源都有蛋白質 那是不是只要是蛋白質吃起來的效果都是一樣的呢? 蛋白質有沒有高低之分 首先我們攝取蛋白質 主要是攝取組成蛋白質的九種必要胺基酸 但並不是每種蛋白質來源裡面的胺基酸都是完整的 可能會缺少其中幾種 而且各種蛋白質來源的吸收率跟利用率也都有差別 今天我要介紹比較優質而且是常見的五種蛋白質來源 來跟大家分析它們的優缺點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是乳清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最一般的濃縮乳清 它有非常多種優點 蛋白質含量很高 每25公克就有20公克的蛋白質 而且成分單純 主要的熱量都是以蛋白質為主 碳水跟脂肪含量非常的少 對於有飲食控制需求的人很適合 而且含有完整的九種必須胺基酸 吸收利用率好 而且價格非常便宜 以買Putin的濃縮乳清為例 如果有折扣的話 算下來每一公克蛋白質不到一塊錢 但它的缺點呢 乳清畢竟不是天然食物 缺乏許多微量的營養素 把它當作補充品很好 但是當作正餐 你可能會有營養不良的問題 第二個呢是雞蛋 雞蛋也是非常優質的蛋白質來源 它的蛋白質品質非常的高 重點是取得方便 很容易就買得到了 而且價格也相當便宜 但它的缺點就是蛋白質的比例不高 每一顆雞蛋蛋白質大概只有5到7公克 而且有不少的脂肪 如果需要飲食控制的人 吃雞蛋的時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三個是海鮮 一般常見的蝦子花枝 如果只吃他們肉 蛋白質的含量是蠻高的 而且幾乎是沒有脂肪 蛋白質的品質也非常好 魚類的話呢 魚肉的蛋白質也很豐富 某些深海魚體內含有豐富的脂肪 可以攝取對人體有益的Omega-3脂肪酸 也是常見魚有補充品的主要成分 而且海鮮都很好吃 而海鮮的缺點呢 一個是要擔心新鮮的問題 而且也有可能因為海洋的污染 吃下品質不好的海鮮 它的價格呢 普遍也比較偏高一點點 如果以海鮮為主要蛋白質來源 很快就要破產 如果吃脂肪豐富的魚 雖然可以攝取優質的脂肪 但相對的熱量也會比較高 如果是需要飲食控制的人 一樣要特別注意一下 第四個是雞胸肉 不只是雞胸肉 常見的牛肉豬肉羊肉 只要是瘦肉 像是里肌這類的部位 蛋白質品質都很好 而且蛋白質含量也非常豐富 價格也不會太高 通常純瘦肉都比較不好吃 所以通常不會太貴 缺點的話就是剛剛說的 瘦肉通常比較不好吃 而且要料理一樣不太方便 這邊就要推薦一下北灣食品的品牌 食安先生的酥肥雞胸肉 口味很多而且非常方便 只要解凍就能吃 食安先生有提供專屬的優惠給我的觀眾 只要到影片底下連結 就可以買到優惠的酥肥雞胸肉 以及各種優質健身餐 沒有折扣碼 因為上面的價格都是打折後的價格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底下的連結參考之下 第五個是大豆製品 其實豆製品的蛋白質品質不會太差 而且以植物性蛋白來說 蛋白質含量也算高 取得也算方便 而大豆製品的缺點 也因為是植物性蛋白 身體的利用率算是比較低的 胺基酸組成也比較不完整 蛋白質含量以植物來說算高 但跟肉類比還是差很多 以超商賣的豆漿為例 100毫升只有大約3公克的蛋白質 跟肉差了將近7-8倍 你需要喝一大堆的豆漿 才能得到跟吃一塊肉一樣的蛋白質 換算下來每公克的蛋白質 豆漿其實沒有比較便宜 而且你還有可能會攝取到不少的碳水 一樣的飲食控制的人要注意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素食者 還是會建議你以大豆製品為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總結以上五種蛋白質來源 它們各有優缺點 我自己的飲食策略是平常大部分 以瘦肉為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然後每天會吃3-4顆雞蛋 一週可能只會吃1-2次的海鮮 如果碳水跟脂肪達標了 但蛋白質還有缺口 我才會用母親補充 這樣確保我的飲食是均衡的 而且經濟上不會太負擔 又能攝取到足夠的優質蛋白質 最後想要問你們 你們有推薦的蛋白質來源嗎 留言跟我們分享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可以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D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biii biii t b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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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